特勤隊員快速破門 進入屋內強力攻堅 會以男子見到遠景持槍 連盟舉手投降 警方並分散路 分別攻堅幫派據點 甚至還查獲模擬槍 原來他們不只涌槍自重 甚至涉及跨國人口販賣 賣的還是自家人 警方浩浩蕩蕩 一共逮捕九名嫌犯 走在最前頭的 就是擁有竹聯邦背景的理性主嫌 他們詐騙手法千篇一律 就是在社群媒體刊登廣告 聲稱會打字 就可以月入七萬以上 還能幫忙還清債務 包持包住 吸引年輕人到柬埔寨工作 許多人一聽 以為是出國打工 燃起掏金夢之後 才發現一切全是空 以求職詐騙 這樣一個方式 騙到柬埔寨去從事 一個電信詐騙的一個案件 說好的高興出國 到頭來只是淪為詐騙人頭 被賣到柬埔寨的台灣人 主要從事網路電信詐欺工作 但不只工作環境差 只要想反抗 就會立刻遭到毒打 想離開 還得拿出五十萬台幣熟生 半年內 已經有八十二名台人受害 目前僅僅救出九人 其餘依然受困柬埔寨 被害人身心受創 甚至PO文表達尋短意圖 全因在異鄉身不如死 警方目前除了營救其餘被害人 也將持續掃蕩人蛇集團 避免更多台人受苦受難 至楊七號游桃 台北三網報導 我們在封印封地 為甚麼 還有 我們在封印封地 和封印封地 因為封印封地